作为行者 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 上座下座 这种无恶无别 一般我们只上座就是 在修法的时候 不管你是在念佛 唱颂 静坐 这个都可以称为上座 你在做某一堂功课 都可以称为上座 那下座就离开功课的状况 那如果做功课的时候 才晓得怎么用心 那下了课就善心 那你再怎么修都有限 因为善心的时间一定比用心的时间来得多 假如说不管你工作多努力 你一天24小时 没有在工作一定比在工作多 我就不相信说哪一个人 一天24小时都很勤劳地在工作 如果那样子你身体会受不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用心的 一个是不用心 那大圆满的修法 他不要你用心 我们早上也说过了 就无修之修 用本来清净 不照做地修 我们用心也是照做 用心就是努力地抓起意识 那叫用心 所以我们现在用心都会累 而真正的会用心的 要先懂得心 你先懂得心以后 你就不会用心 因为心不是拿来照做 意识是照做来的 心是不能照做的 心就是我们早上所表达的那个空 明 那如果它起了作用 那就会有变满的 没有障碍的一种现象出现 所以我们抓准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理路 其实静坐 不是要你 怎么样子做 而是只是回到你身体的本然 也就是你把身体放在一个最轻松 最端正 最不照做 或者讲最平衡 最忠道的身体状态 那这个状态到底是什么状态 从佛法的静坐法来讲 具体讲得出来就是 披如七支做 因为现在静坐法 像那个 那个叫 因世子静坐法 那个其实不是佛教的静坐法 那是比较偏道教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找得到的资料 去强调怎么做的 大部分都是不是佛教 如果佛教我们现在可以学得到的 那就所谓内观 要你去观阿拉巴那 观呼吸 这是属于佛教的 披如七支静坐法 也是属于佛教 因为它就是从披如七支 披如这那佛的序里面 提就提出来的一个静坐方法 那么所以我们就用这个静坐方法 来贯穿我们的静坐 首先就是要把身体弄端正 那延续早上的论调 我们身体 撑着我们身体 当然就是中脉 抽象的是中脉 具体的是我们的脊椎 那脊椎三个最重要的关节点 一个就在颈椎 一个在胸椎 一个在腰椎 这三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颈椎支撑着我们的头颅 所以你头脑好不好 轻松不轻松 我们现在所谓的好不好 不是一般世俗里面的聪明不聪明 而是你要想什么就能想 就是它的有效性 那就要靠这个颈椎来撑着 如果你开始头不在正位上 不管是前倾或者后阳 其实这时候你的头脑 就相对的就会有点出状况 你看一般 后脑如果比较不发达 眼脑比较不发达 都会头脑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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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个知识 而比较容易昏沉的 又是头低低的 不太敢看人那个样子 还是我慢慢的 因为这个颈部比较弱 撑不住了 所以有的就头稍微斜一边 有的往前有的往后 这个其实都代表你的颈椎已经不是那么健康 所以一定要调回来 你还能调就赶快把它调回来 调到断正 胸椎也是一样 胸椎你如果去看 能够心坎坡坡 那就胸椎已经有点障碍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扩胸 再把它挺回来 那腰也是一样 慢慢的你看 本来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个腰都很漂亮 就是腰稍微往前 然后屁股往后翘 但是慢慢的年纪大了 屁股往前 腰往后 那脊椎我慢慢直 那屁股反而往前面去了 那就代表 一方面就是说 脊椎的健康度已经弱 另一方面就是你的肌肉已经垮 就是那个慢慢的肌的力量 肌肉的力量失掉了以后 你那屁股就慢慢垮了 腰也慢慢垮了 肚子慢慢大 就是那个老态 就慢慢显现出来 所以一样的 这三个东西 再加上我们上次所讲的 合起来讲 你要开拓你的脑子 让它随时都很清醒 很清安 很警觉 那可以用那个 嗯字来强化 刚刚讲的 我们是三个 就是颈椎 胸椎 腰椎 但这个是物质性的 就是固体的 但有一种就是波动性的 能量性的 声音 你可以用这个来补强它 比如说你念 嗯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一下 什么地方在震动 嗯 你这样念的时候 它会有一股能量 穿过你的颈椎 然后到你的头顶上 所以你常常发这个声音呢 一方面就可以强化你的颈椎 二方面就可以有序化 你的整个脑筋 那个思序啊 它会慢慢地有序 所以用这种 瑜伽把它称为是 天的声音 也可以知道 就天上的声音 就嗯 嗯就负责你的智慧 提升你的智慧 所以提升你的精神 所以我们如果平常没事 你就可以嗯 就这样轻轻地念就好 去感觉一下 这个声音 跟你身体的正互动 然后用你那份绝照 那份绝照是不照做的 轻轻地看着 轻轻地看着 觉知着 这种声音跟你的身体的互动 那 阿呢 就开拓你的胸椎 开拓你的心量 提升你的情绪 我们一般如果说情绪不好的时候 整个气会闷住 所以一般 现在人为什么那么多癌症 都心情不好 为什么心情不好 压力都太大 现在的人只要不会排解的 一般 除非你很好命 要什么事也不用做 不管你是不是职业妇女 其实现在人压力都还蛮大 那无形中呢 其实都是抓着紧紧的 所以九和九十 你如果没有疏解的办法 九和九十 他就激出毛病 这也是公验 现在人很容易得到 很严重的病 他也没有造什么恶 就是少了觉知 所以这种声音 那一份清楚的绝招 其实可以排浅 很多我们看不到 感觉不到 那要看得到 要常常训练 要感觉得到 也要常常训练 所以这份不断的训练 内观 不是要你去修失 修出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个一点都不可靠 而且一点都不可洗 一点都不是好事 你修出宿命通 他心通 到底要干什么 能做什么 你知道只是他的过去 他的未来你不知道 因为未来从现在 要加入现在的条件 所以其实 懂那些没有用 但是你随时保持绝招 你可以随时处理 已经现前的事 过去的我不能处理 未来我不需要处理 现在的事你能不能处理 你过去很好 未来很好 现在不好有什么好 你过去知道 未来知道 现在不知道 有什么智慧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观念 改过来 现在我们修行 其实都是迷信的 都是想入非非的 那个不对 要越来越务实 能务实就随时 对你的身心负责 心保持着很轻松 身体很 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是说完全听自己的话 那这个其实是 你只要多给他训练 多给他训练 常常训练他 他是可以达到的 我们这个念力如果够强 觉知力如果够强 其实要控制你的身体 是不难的 但是如果觉知力弱了以后 你想控制也没办法 好 那嗯啊 我们都会发音 那腰椎呢 腰椎就要用那个 哼 我们试看看 发这个音 哼 对 不能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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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跟下面无关 哼 哼 跟下面有关 对 所以你那个声音 发对跟发不对 作用就不一样 明明人家教的是对的 但是后来呢 不晓得哪一个天才 慢慢把人家发错了 那后面跟着学的 也通通错了 就是我们 不是我特别提出来 大部分一定是 Om Ah Hom Om Ah Hom 不对啊 那明明写是 Om Ah Hom 不是 Om Ah Hom 不是 Om Ah Hom 这个才是正音啊 所以 弄对了以后 你就发现 Om 这个不得了 Om是天音 A是人间的声音 Hom是地狱的声音 不是地狱 大地 大地的声音 大地就是像我们身体的下半 下部 手发出来一个声音 所以你一定要发对 才有用 所以这样 你念那个Hom 你看什么地方在震动 你念Hom 是不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震动 Hom 这个地方会很明显的震动 这边震动呢 就震动你的腰椎 就这么把你弹 那就不会 不会垮掉 不会慢慢的移位 即使有一位 你常常发这个声音 他会慢慢再把它强化起来 因为那个地方 它整个气垢 新陈代谢好 就不容易退化 我们大部分都自然就退化了 年纪大了以后 那个骨质就疏松了 疏松了就垮了 那你如果天天有在用 不仅不会骨质失松 反而你常常用它 它密度越来越强 越来越坚固 跟肌肉一样 你不用它慢慢就失去肌力 肌肉的力量就垮掉 那肌肉的力量垮掉 你脊椎的受力就大 反过来你如果每一天有在运动 有在做大礼拜 那么这个肌力就不仅仅不会退失 还会更强 那肌力强 脊椎的负担就相对的就小 就不会去压缩到 但是它就更灵活 所以修行一定要跟你切身相关 不要想来世 我觉得那个是堕落 不要想来世 想今生 现实一点 不要太浪漫 现实不顾 顾未来 你现在都起不了作用 以后真的有用吗 那等到以后检念没有用 那时候才后悔 已经来不及 现在就要做有用 所以我们修什么 都要跟你的身心相关 对提升你的精神 提升你的身体的力量 有关 这样才是增上的修行 不要自我催眠 不要自我毁坏 不要自我抛弃 放弃 我们不要动不动 就叫人家放下 到底要放下什么 什么可以放下 什么该放下 而不是放下 不该放下 所以这些其实要去 好好的思维 好好的面对 然后满满才可以走出 有意义的生命 好 那么静坐呢 刚刚那 OM A HONG三个字 应该你可以感觉到 它的作用力了 OM 一念的时候 它整个上面 就好像充电一样 就整个有力量起来 啊 整个这个心胸就打开了 啊 这种声音 那 OM的时候 它整个从下面 把你鼓起一鼓气 那这个 反正 随时可以用 随时可以用 需要用的时候就用它 比如我现在觉得 就蓝稀 然后都提不起劲 就代表你身体的能量不够 那当然你就要赶快 发那个 HUNG的声音 就要用那个声音 就短而有力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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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这种声音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解决烦恼的 想半天停不下 怎么办 就把那个 我们 其实我们台湾人 真的 很有智慧 你看那看不起 都没有 配 对不对 你 这一个声音 我从小我就会 因为 你算什么 配 你就会发这个 其实我们也没有学过 藏传的佛法 那从小 就会用配 来切断那个障碍 就 什么东西 就配 那配 发出来的时候 也是一样 就是要爆破性的 比如说我们念配 配 啪 不一样的 对不对 配 不对 啪 爆炸 爆炸的声音 就突然就把它切断 你如果在旺想想不断 完善 想睡觉 还是在那边打旺想 你就心里面 啪 这时候不要念出声音 会吵醒旁边的 但是那个气 你还是可以用的 用气 爆炸的气 所以自己的声音 不要忘了 该用的时候 就拿出来用 该用就拿出来用 学了一大堆功夫 就是需要的时候 使得上力 那才有用 好 那接着呢 我们为了要配合静坐 所以要来谈呼吸 谈呼吸 那呼吸的话 当然 从毕如七支坐 是要去观想身体的正中央 有三条脉 这一条中脉 乌毛 就在你的身体的正中央 前后的中间 左右的中间 当然中脉 不是你的脊椎 中脉是一个抽象的身体的中央的管道 它是你的念力 你的会命 你的绝照力 所在的地方 你的命根 就在你的中脉 那当然现在因为我们修不出中脉 所以你的命脉 就在你的脊椎 就在你的脊椎 当你的脊椎突然受损的时候 可能就翘辫子 所以它传达你全身的知觉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修我们的中脉 那你把它做正以后 中脉它就变成一个悬着的一个曲线 很美的曲线在那边 而且不是挤压的 那你如果不会做 就变让你的中脉 莫名的受到压力 不舒服 而且你如果挽摇头背 很快的头一定会往前 往前 那你的气就不顺 你的大动脉的气也会不顺 所以静坐一定要做好 务必要做好 一定要大丈夫的样子出来 就是头为腹 那个抬头 挺胸 那脊椎一定要直 脊椎 肩脏 头为腹 寒压猴结 舍底上额 手等持自己下 这就都譬如七字座的口诀 就是药灵 你一定要随时 我又没有跑掉了 那跑掉了 知非吉利 跑掉了 就再把它调整回来 对着知识 就这样 因为我们身体它有它的惯性 一段时间你一放松 它就跑掉了 你再把它带回来 知道错了 就带回来 就这样而已 那带回来不是带回去哪里 带回到正确的知识 比如说妄想 跑掉了 不晓得在想什么东西 带到哪里 带到 还没有起妄想的状况 就那份绝照 因为我们绝照没有了 所以妄想那个念头 逮到的机会 开始打妄想 你如果随时保持绝照 那个妄想很少 因为它还没有出来 就被你看到 它蠢蠢欲动 你就看到 不会让它变成一个具象 具体的想法 所以这份绝照 一定要慢慢地培养 所以同样地 培养这份绝照 其实不是要你 保持什么样子的念头状态 而是随时当下 所以保持绝照 它是一个短时间 不是长时间 随时 短时间 放松 不散乱 口诀叫松坦而不散乱 随时身心保持清安 很清安 就不紧张不抓 然后就留下 那个空明 这就是最正确的修心状态 也最高明的修行 那这个 因为我们很明显 有习气 有业力 所以不可能保持太久 所以你不要说 我要求自己几分钟 不打妄想 完全不需要 你只要随时 随时随地 检验自己有没有放松 心是不是跑掉了 心跑掉就要散乱 只要心不散乱 没有跑掉 然后又保持放松 那份松坦的觉性 也就是你的本觉 慢慢地就会呈现出来 就像我们常常讲的 水如果清澈了 那水底的东西 你就看得清清楚楚 最清晰的天 里面有什么东西 就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水 它本来就是清澈的 我们心本来就是无念 本然嘛 本然当然无念 念头是心的波动 你把它晃动了 那这个晃动呢 一方面就是 我们简单地讲 就是心散乱掉了 那无明 那绝照力没有 无明就取代了绝照 无明一现就原形 行就莫名的蠢动 就在那边开始起作用 那蠢动到清楚的时候 就有具体的想法 行言是 有具体的想法的时候 这时候能守就相对 明色就言然俱足 所以是言明色 那明色以后就能守 就能守 所以又进来就分解到 六根 圆六层 就这样子慢慢越来越具体 就漏到现实的生活里面 那根根成香 触的时候就有瘦 瘦就因为有 有业力 有习气 就有爱 不爱 爱的时候就取 不爱的时候就舍 舍就是 讨厌 不接受 那取了以后 就变成有 有就变成瓜爱 变成你的部分了 你丢也丢不掉了 然后带着这个业力 带着这个有形 无形的所有的东西 然后就又到后面去 就再生吧 再生就再死 所以我们如果懂这层道理 其实你只要随时保持 松坦的绝招 随时让你的心不散乱 那么其实我们随时都没事 没事就解脱 有事就不能解脱 没事就解脱 那当然解脱 有现前的短暂的 也有究竟的 那苦乐也是有现前的 有究竟的 那只要是有违的 不管是苦 还是乐 它都是无常的 乐也不永存 苦也不永在 不会一直在那个地方 它随时都会变化 所以只要 我们该吃的苦 那你就吃 该想的乐 你就想 千万不要 故意修苦行 故意折磨自己 那没有什么意义 那完全没有意义 跟解脱无关 还没有解脱之前 只有身受其害 因为一天到晚 你整自己 本来没有那么多苦 你应该是要整自己 让自己苦 那罪有应得 自讨苦吃 自讨苦吃的人 还会解脱吗 不可能的解脱 那个不自讨苦吃的 才会解脱 自讨苦吃怎么会解脱 所以很多观念 我们如果把它理清楚以后 你就会修行 就越来越上路 越来越自在 越来越有着力点 使得上力 这个就有知见 有政治正见 你才能够起正念 修正行 如果只是人云亦云 而且还是乱听 乱受催眠 你不会的 有人吹牛说他很会 你就相信他会 那完蛋 你就把你的命运交给他 会不会你自己知道 我现在不会 并不代表我一定不会 永远不会 你就要去找那个 从不会变成会的因缘 我们早上讲的文师修 你就去找相关的书 经论来看 或者去找 有这个能力的人 来问 他讲 你就在闻 一个比较会思维的 人家讲了以后 他会把它消化 就变成他的智慧 他真懂了以后 就做得出来 那一样 你也是一样 要不耻下问 不懂就问 那问了以后 想一想 把它消化掉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再想不通再问 千万不要想不通 不好意思问 不懂的时候问 那是理所当然 想不通的时候 问 你已经开始有智慧 因为你晓得 问是最快 那个路不要再摸索 你到哪一个地方 你不懂路 就问当地的人是最快 不需要摸索 当然现在更方便 Google都有 但是上Google 也不是所有资料都有 有些你还得自己 把它输入 你去一个新的地方 Google找不到的 你在那边 你再把它输入 以后你的资料里面 就有那一点 所以我们还是要 善用现在的科技 很多 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那一样 我们现在学佛 跟古时候 学佛最大的差别 就是资料 很容易获得 资料很容易获得 但是因为资料 很容易获得 所以二知识 也很容易碰到 千万不要随便就相信 网路上 送出来的东西 有些人是 买Pokepo 他随便发表 那你把它当真 抓进来 你就有点麻烦 所以还是一样 当然就以佛经来讲 那当然最有代表性 还是大政杖 以大政杖为标准本 那当然现在我知道 中国大陆也任济于 他们也编了一套 叫中华大藏经 那中华大藏经 他的编是把 用七种中国传统的大藏经 然后去做对照 所以也算很完整 也算很完整 但是里面 是不是像大政杖这样 把错误的字 还是什么 再把它拿出来做评比 或者甚至去考证 范文 它本来应该是什么 那这个我就不得而知 因为我知道有这一套书 但是我请不起 太贵了 好像好几十万 大政杖一套才四五万块而已 那一套要 因为大政杖是copy的 是日本的 我们把它拿来copy 所以当然相对就便宜 那中华大藏要重新编过 整个成本不得了 所以贵也是应该的 好 那所以我们修行就要 拿你的身心作为修行的根据 拿你的身心的现况 作为你修行的检验 离开你的身心没有什么行好修 修什么行都没有用 一定要随时觉知你的身心 拿这个来修 那刚刚已经提过了 当然我们有心有意识 心意识都有 但平常我们一讲到心意识 那心指的是第八识 意指的是第七识 那识指的是前右识 所以你不要一天一看到心意识就我会用心的 我会用第八识 叫会用心 不是 我们要用的心是那本来清净的心 就叫如来藏 就叫法身 就叫你的佛性 叫你的本觉 你要用那一个 而不是用无明了以后的心意识 从无明所累积出来的心意识 弄半天还是无明 跳不开无明 跳不开无明就跳不开痛苦 跳不脱颅回 所以这个要一层一层的剥 那一样的 我们现在开始在修心了 那一切都是从心所现 所以你只要看到有任何现前的东西 你都晓得它不是心 它心所幻现的幻象 这样你就可以一层一层的剥 越剥越往里面 我们现在着想的时候 只要心意识生出来的时候 或者心意识所取的对象 你都着 先从心意识所执着的 所取的对象 所攀岩的对象离开 然后接着下去 从心意识所生出来的影尘离开 再这样慢慢的 一直到那个心的本态 本来一念不生的时候 所以我们用的这个心 永远是作为观察者 你不要忘了你有空跟明 作为观察者 明明白白 但是没有一个我 因为它空 正知正见 能知能见 但是没有能说 能不能掌握 你绝对可以掌握 你绝对可以掌握 所以是可以透过体正来了解心 但是用想的 用想的永远不可能懂心 因为用想的就用心意识 用心意识怎么可能懂心 你用这个心意识变现出来 魔法要来找这个变化的人 不可能 所以我们懂这个道理以后 你就不断地沉淀 不断地放松 松谈 身尽量松 心不要有任何遮障 坦坦然然 赤裸裸的 就是保持那份空明的绝照 就这样一直修下去 跑掉了没关系 再回来 跑掉了没关系 再回来 所以 修这种形式 次数要多 时间不需要多 随时你一逮到机会 就修 现在没事 我就修 这样才能够功夫慢慢成变 也就那个空明的绝照力 慢慢就会很稳定 你随时可以用它 当你随时用它的时候 你就离心意识 这时候就能够参十项 离心意识参 就在讲这个东西 而不是用心意识来参 那谁离心意识 真正的心离心意识 因为我们一般讲的心意识 就是那个无明 所缘起的东西 所累积的东西 而不是 那个还没有 无明之前的东西 但是无明之前的东西 有没有失去 永远没有失去 只是被心意识取代 所以我们只要 小的逆流 反温 这个就慢慢就回来了 而我们平常的 没有修的人 不懂佛法的人 是顺流而向 顺着你的夜流 顺着你的习气 就一生过一生 一天过一天 那开始懂佛法 开始修行 就逆流而上 慢慢的找回根源在什么地方 我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能够成就什么样子 那我们因为 依着无明 就成就了轮回 依着清静的心 就成就了涅槃 成就了佛国 所以这边要把它切清楚 如果切清楚以后 其实你的修行 就走对路 就走上菩提大道 好 所以没事呢 没事就不要找事干 没事就回来修行 培养那一份不照做的绝造 有事呢 也修行 专注你的心 你在做事的时候 专心的做事 投入每一件事情里面去 没事的时候 不要找事干 这样呢 就有事也会做得很像样 做什么像什么 没事呢 也不会制造 白忙 一天到晚 停不下来 那其实是很累的 一般你身体会出状况 大部分都处在白忙的状态 一天到晚放不下 在紧张的状态 压力的状态 然后又不晓得怎么办 这个久而久之 一定会闷出病 所以 现在要洒脱一点 没事就不要找事干 有事就承担 努力的去做 有效的去做 所以这里面其实都要保持那个 敬 定 敬跟会 就定会 做什么事专注 就是定 做什么事保持那份 了了分明的绝照 用心 用对心 就是会 用错心 就是无明 所以修行绝对可以让我们越来越轻松 真正的懂佛法 可以让我们当下就解脱 真正的到最后 那个当下 现前的时候 你就可以无余 涅槃 现在都有余 因为你呼吸还在 生命还在 所以你其实修得再好 都只是有余 涅槃 到最后一年成熟了 真的诸事一半 不受后有了 就放下 彻底放下 那一样我想再介绍的就是说 一样的 譬如说 我们说死这件事 这个都跟我们切身相关 是值得我们去面对 去探讨一下 一般的 现在的人 大部分都死在病床上 现在的人 大部分都死在病床上 也就不得好死 病死的 病死的 那种痛苦 尤其很多插着一大堆管 不得不死 那事实上 不要死的那么没有庄严 死的那么没有尊严 你如果真的灵魂可以脱体 看到你自己那个样子 那实在是太悲惨 所以不需要 不需要 就是说死 你要把它看得很轻松 不要把它看得很严肃 你轻松一对就可以善事 你紧张一对 你就不得好死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一样的 好 我们凡夫的说 这个人寿终正寝 这个人说走就走 已经很吉祥了 就代表这个人运是不错 命是不错的 死也死得很庄严 也死得很自在 但是呢 下一辈子去哪里 还是随着严历漂流 但这种善终的人 那一定是 下一生一样是去善去 死得漂亮的人 下一世再投胎 再出世的时候 也是去对的地方 好的地方 如果难过的死的 下一辈子想要去好的地方 几乎不太可能 如是因如是果 你这一辈子拼到最后 是痛苦的死 苦果 吞下苦果 这个苦果又是来生的因 又招感来生不好的命运 你看人冤枉不冤枉 你说你不懂了 怎么修 不懂了怎么调适你的身心 那真的是很可怜 真的是很可怜 每个人都想离苦得乐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离乐得苦 因为你观念不对 没有正确的知见 所以现在要你松弹 那不散乱的觉知 其实就慢慢要培养 不管我是好命坏命 但是我是解脱的 不管我是善恋恋 我是不为所动 一定要修到这种功夫 所以碰过好几个 大概都这么说 当慢慢的这一个人 然后讲话 都讲说 我昨天晚上都没睡 然后我昨天梦到谁 梦到谁 大概就差不多 他的意识 已经慢慢的脱离现世 慢慢进入另外一个境界 另外一个内涵 就代表这个人身心的状态 可能慢慢已经有那个征兆 已经有那个征兆 那你若善恋呢 你梦到的梦境 都是好的梦境 若梦到的都是恐怖的梦境 那个悲惨的梦境 那可见你的业力 某一块 你可能要很小心 所以 如果你现在还有在修 也有这样的梦境 那你可以就 集这个梦境 去做修持 去做回向 你可以啊 所以 懂得修法 其实有很多把握 因为你晓得怎么对质 怎么cover 怎么把这些处理掉 所以 我们学佛一定要学到真正的法 真正的法 佛说一切法 为治一切心 我们学这么多法 就是要对付我们那些 不良的心意识 不良的业力 不良的思维 就用这个法来化解 所以一样的 我们一定要清除 我们的身心的现况 到底有什么优缺点 缺点要用什么法来对质 优点要用什么法来坚持 就在护持它 这个其实都在佛法的范围里面 也就是佛所说的正法里面 但我们现在大部分都不探讨这些 所以很可惜 所以到这种状况下 我们如果随时保持觉知 比如说我现在在做大礼拜 你也保持觉知 你就会知道你身体 有没有平衡 是不是哪边比较松 哪边比较紧 你是不是要去调整一下 就去调整一下 那就在做的过程里面去调整 所以保持觉知是为了要修 你如果不保持觉知 你即使想修 都是莫名其妙 就是盲修下恋 所以你修行的第一课 第一个重点就是保持觉知 这保持觉知不是要你去取舍 或者要你去喜爱或者讨厌 而是知道哪些地方有问题 然后就用方法 刚刚我们也讲过 你如果身口意 身体什么地方不舒服 那你可以用那三个基本因 那基本因如果 还要再具体一点 其实这三个因 还可以变成一种气的转换 就身体里面整个业力的一种漂白 你念Om的时候 默念Om的时候 吸进来白光 然后变满全身 全身变成一个正面的能量 那心里面轻轻的念阿的时候 这个白光就变成红光 变成一个能量的光 然后把身体里面所有不舒服的业障 染污 就把它烧掉 把它处理掉 然后烘的时候就把这些 已经烧完的灰烬 这些不好的吸气 就把它呼出来 变成蓝色的 就重的颜色 就把它送出来 这个就用Omahong的呼吸 就可以除脏 可以除脏 那就用这个再进一步 那更是修菩萨行 吸进来 就是你对着一个有病的人 那你念Om的时候 就把这个人的病吸进来 然后透过自己的修持的功德力 把它化解掉 然后哄的时候 送出清净的能量 到对方身上去 这个就自他相反法的 另外一层更高的一种观想方式 所以同样一个Omahong 这三个字而已 其实就可以变成你一生修行 随时用得上的法宝 它真的很简单 不是很难 但是很简单 你有没有条件修 那你有没有条件 就看你对这个法 对这个法意 对这些修持 有没有彻底的了解 你说真正的了解 你就可以拿来修 你说不是真正的了解 你一修就有障碍 修不来 修不来 所以包括我们说Omahong 念半天Omahong 原来都没有到位 Omahong 听起来都对 但是你当把它念对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样对 这样念是不用心的 要Om 阿 哼 你一下你的心 就是你的心沉静下来的时候 那个对的就会产生出来 那时候我说急着 比如说手里面拿着猫 好像练得快 结果一点作用都没有 所以念佛持咒 都一样 做什么功课都一样 一定要心松弹 不要执着 不要照做 慢慢静下来 做都不做 Om 保持觉知的在做 每做一次就增长一份觉知 保持觉知 就这样修下去 那么你 因为它是法 它可以对峙你很多业障 所以慢慢的业障就松掉了 那个本具的功德 如来智慧得下 慢慢就显现了 所以静坐 要怎么做 保持正确的知识 然后最后保持觉知 松弹的觉知 不散乱的觉知 就这样而已 那当然在 要维持这种知识 保持这种知识之前 它有一些观想 就是这些口诀 要跟着做 所以首先我们就很快地讲一下 第一招就是加幅坐 就是两脚 交叉 那至于怎么交叉 双盘 单盘 还是扇盘 那看你的条件 但是最后呢 要要求自己慢慢地增上 从本来不能单盘 变成可以单盘 本来不能双盘 进一步可以双盘 因为双盘的能量 跟单盘不一样 单盘跟扇盘不一样 它要真正地发挥 譬如7支坐的自动功能 就必须双盘 因为它就在一个很稳定的能量 往上一种 自然往上提升的状态 那自动功能就会出来 那卫生扇盘不行 因为扇盘的时候两边不平均 两边不平均 你在上面那一只脚会比较紧 放在下面那一只脚会比较松 那同样从这边又开始松紧两边不一样 所以一起来的时候 到这边它也就偏一边 气就入不了中脉 所以很多东西还是要 还是要自我要求慢慢地提升 但是不要太勉强 太勉强就会很快地就放弃 好 接着呢 就手等持自己下 第二动 第三动就急直肩张 就脊椎围围往前推 肩张 急直肩张 头围腹 头要寒压猴节 就是说头稍稍地往前压 这样你从旁边看 就是正的 你如果是这样 它头是围围往后压 所以要这样子 后面的颈是直的 是平的 所以如果我们有穿衣服 那颈部刚好轻轻地贴着你的领 领子 那就是刚好 如果完全没有碰到 就代表太前面 如果顶着你的领子 就代表太后面 就刚好轻轻地碰触的 这叫头围围 接着舌底上额 舌头轻轻地抵着上牙齦 轻轻不要用力 不要照做 你放松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往上拳 就轻轻顶着 身体就这种姿势 然后眼睛 三分眼 就是下垂 你头为辅 自然眼睛 就不要往上看 不要往平地看 你就自然 用眼睛的余光 也不需要完全闭上 但是有些人静坐 如果不闭上眼睛 他永远静不下来 那你就暂时闭上无法 那如果说心已经静了 其实还是让他 微微地张开 带着一点点光 可以保证你的觉知 不会昏沉 会昏沉到慢慢地 好像看不到光 尤其眼睛如果闭上 很容易就开始打顿 所以 譬如七只坐 眼睛是微微地张着 不是完全闭着 那接着就呼吸 呼吸我们就可以用 刚刚的欧妈欧来呼吸 刚开始调整的时候 你就吸 然后在这边要强调的 就是说我们平常的呼吸 是用胸腔 胸部呼吸 用鼻子呼吸 但是譬如七只坐的呼吸 是要用腹部呼吸 用意念呼吸 用觉知呼吸 所以你吸的时候 就从下面慢慢地满上来 你吸的时候 你又绝照那一份 慢慢地满上来的感觉 把那个绝照力 去跟你的呼吸呼应 你就吸进来 先让自己的肚子挺出来 然后慢慢地胸也挺出来 再继续往上吸 就全身就充满的气 这个叫真正的深呼吸 真正的深呼吸 而且很大半 很圆满 很有能量 然后呼的时候 就从上面慢慢松 整个头部松 颈部松 肩膀松 手松 胸 腰 臀 腿 静 就是一个一个慢慢松掉 吸的时候 慢慢紧 不是紧张 慢慢充满 从下面一直满上来 呼的时候 从上面慢慢地消射 慢慢地散掉 慢慢松掉 到下面 就这样调几次气 那调完以后 就保持那份很清安的姿态 然后不要再管呼吸 就只是管绝照 管绝照不是要去绝照什么 不是要拿这个绝照 要去看什么 完全不是 就轻轻地 轻轻地保持绝知 松坦的绝知 不要让它跑掉 不要散乱 不要分层 就这样一直修下去 你慢慢地 那份绝知 就像镜子一样 慢慢地 它什么都看到 但什么都不沾染 就像光一样 慢慢地什么都照见 但是它 外面的跟它 都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在描述 我们的心的时候 有一种叫大圆镜置 就好像你的心 像一个水晶球一样 所有周遭的东西 都投射在里面 但是不争不减 还是保持你的清明 保持你那个整个的 没有障碍 没有污染 这样慢慢修下去 这一颗心就变成魔灵宝珠 变成佛种 佛的种子 你就可以成佛了 本觉是成佛的根本 一直到究竟觉 但是如果本觉找不到 那你再怎么修 都跟究竟觉无关 甚至可以讲 跟觉无关就成不了佛 跟觉无关就成就不了智慧 所以 一定要把重点抓到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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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